各位好 小弟遇到 如果大家有聽小弟直播的節目 零零盛盛的話 都會知道 家師 就是小弟的師父 就是之前已經在小弟的節目裡面 將好幾個普制的咒語公諸於世 其實希望這些 道家的咒語給大家學了之後 大家可以處理一下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小問題 尤其是和靈異有關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叫做竹游咒 竹游咒本身是用來醫病的 相信很多網友都知道 而且也有不少人都嘗試過 其實小弟為什麼會突然間錄一條這樣的影片 就是因為前幾天的時間小弟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就和小弟說有一點點不舒服 這位朋友小弟很感恩 他也是我們直播和小弟分享的錄影的一位觀眾 也都非常支持小弟這個工作 但是他給我的反應有一點點有趣 令到小弟覺得要派一條影片出來澄清一下 因為當時小弟這位朋友就說 其實我已經在很早之前有跟你說過 我是不信宗教的 就是這一點小弟覺得有一個澄清的必要 因為他提到一個宗教的問題 雖然說是道家的法術 但是究竟屬不屬於一個宗教 其實小弟覺得和傳統所謂的宗教信則有不信則無 絕對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其實如果真的要講到足遊咒的話 這個源頭需要講到我們很遠古的一本經典 這本經典叫做《皇帝內經》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聽過的了 《皇帝內經》裏有一篇叫做《移精便氣論》 這一篇其實就是講到 《皇帝》就想問一位古代的先人叫做奇伯的 和他對答的節錄 《皇帝》問什麼呢? 《皇帝》就問 《愚民古之治病為其移精便氣可足遊而矣》 《皇帝》就說 我聽說遠古醫病的話 其實只需要搞定人身體上的氣和精 即是移精便氣 改變他氣場和他身體裏面的精氣 就可以用足遊已經可以治病了 然後他就說 今世治病 毒藥治其內 針石治其外 或如或不如何也 他說現在到我們這一世 即是皇帝當時 他一世就要用藥去醫治其內 然後用針石去醫治其外面 但也未必一定醫治到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為什麼呢? 奇伯就說 往古人居禽獸之閒 動作已避寒 陰居已避暑 內無眷慕之類 外無新冠之刑 似鐫淡之勢 邪不能深入也 他就說原因是因為古人和禽獸生活在一起 動作避寒 陰居避暑 即是說 冬天的時候就動多些 夏天的時候就在陰的地方 而內無眷慕之類 即是裡面沒有什麼玉簾 沒有什麼牽掛 愛無新冠之刑 外面也沒有很多東西去勞累他們 一個很貼淡的世界 外邪就不可以深入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為什麼古代的人可以用竹尤就可以了 其實這裡可以看到 皇帝問這個竹尤 說到是古之治病 即是甚至在他那個時間 都是在講遠古 由此可見我們竹尤宙在這個中國的歷史裡面 真是已經非常之久了 但是這個是不是真的一向當為一個法術呢 其實並不是的 為什麼小弟會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講到明朝的太醫院 其實太醫院裡面都是好像今時今日的醫院是有分科的 太醫院就是分為十三科 那十三科到底是哪十三科呢 我們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他這十三科是大科物 虎人 雙行 小科物 針灸 口齒 咽喉 眼 瘡傷 摺骨 鴦束 祝油和按摩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竹尤科是一向都跟中醫科裡面 其他的科目是可以說是併架前驅的 那就是基本上是跟其他科目是擺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到一路去到明朝 即是可以說是漢人最後一個王朝 都仍然把竹尤放在中醫科目 只不過後來清朝外族 所以竹尤科就劈除了在清朝的太醫院的十一科裡面 而且也都是因為外國的醫學傳入來 是令到我們傳統的醫學不僅被排擠之外 有一些更加是難以被外國人 他們視為正統的醫學 包括我們的竹尤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現在有很多人可能都會以為 竹尤是一些法術不是一些傳統的中醫術 其實我們如果看到明朝的話 都仍是看到竹尤一向是被視為一個傳統的中醫術 其實到今時今日 也可以說竹尤這一類型的治病方法 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以另類療法的方法 將它重新包裝過再推翻出來 例如有些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能量療法 能量療法就是說用一些方法去模擬一些藥物 甚至是單純直接拿能量去醫治其他人 有沒有聽過量子足療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不會用到藥物 就只是用精氣的方法改善病人精氣的方法去醫病 或者我們可以再想一些更加傳統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些人放外氣治病 其實這些如果嚴格來說全部都屬於竹尤裡面 移精液氣的範疇 其實很老實說方法就一樣 大家都是用移精液氣之術 問題是這個術的源頭到底在哪裡 如果法外氣醫人當然是經過自己苦苦修煉 連回來的氣功作為根底 現在有很多所謂的量子足療 又或者什麼能量治療 那些他們號稱是拿取天地之間的能量 小弟所學的竹尤法 其實所用的能量就是來自我們祖師們 天上的神仙的仙氣 而師父所教的竹尤法為什麼會有功效呢 小弟也有請教過師父的 師父的解釋就是用我們人身體本身的精氣神來驅動這個咒語 師父跟小弟有說過一句 就是這個法用先天一氣醬用自己的元神 這就是為什麼普制法可以在普通人身上都可以使得出來的原因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看到竹尤本身並不是一種宗教 反而它是我們傳統中醫醫學的一個環節 所以很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再混淆了 不過小弟拍這條片 遲些也會再拍幾條 就是希望將師父所傳授過的普制法 在這裏跟大家複雜一下 如果大家都是覺得這些小法術是可以幫到大家 亦都可以幫到其他人的話 很希望大家可以幫小弟把這條片和其他類似的片 都把它分享出去 把它廣傳 在這裏小弟再重複一次的竹尤就是怎樣用 那竹尤咒有什麼人用會特別有效呢 其實所有的普制法都是一樣的了 專注全心全神這樣去念咒就會有效 那如果是竹尤咒的話 如果在命格裡面 八字裡面是有天衣華蓋或者十寧就會令到一個竹尤更加強的 我們的竹尤咒就是用一個小的白色茶杯或者碗 大概普利茶杯那麼大小 重點是裡面裝的水一口喝光為準 因為如果就算是多過一口水的話 你喝完一口剩下的那些都不要了 那麼我們念咒就是念到一個淨水裡面 然後把它喝掉 那麼我們在念咒之前 我們是要把我們的左手三個手指 在武指、食指、尾指 就是握拳之後再把武指、食指、尾指 就豎起這樣擺出一個叫做三山子的做法 然後我們就把茶杯 就擺在這三隻手指中間把它放著 裡面裝了水 然後我們就對著碗念咒 記得大家要專注全心全神 那這個咒語就寫了出來給大家 就是如此便是、如是便是、病來如此、病去如是 那當念完這個咒之後 就用右掌心蓋著杯 然後心裡面數一、二、三 然後提起右手把水一口喝光 其實這個咒語 所以截身體的病和心病都有幫助 尤其是如果那個病的原因是陰邪而至的話 是特別靈驗的 那當然我們也有提過大家很多次 如果是使用我的普制咒的話 是歡迎的也歡迎廣傳 但是最重要是自己心底光明磊落 還有平時不做壞事 因為唯得動天就致成感神 那也都大家如果將這個咒廣傳的話 或者是將這個咒向他人施病 最重要一點就是我們絕對不可以收錢的 不可以令自己有利益方面的好處 這個是用這個普制咒和傳這個普制咒唯一一個要求 那大家緊守這個要求就可以用這個咒去幫助自己幫助人 那其實剛才講過對身心病特別對邪病靈 那如果大家是有肚痛病症 有肚不舒服 那其實可以在水裏加兩滴薑汁 如果是醫肚痾 即是已經痾出來了 那在水裏加六粒保濟丸 其實可以令到這杯水和這個咒是更加靈的 那大家在記緊用這些方法 就是幫助自己幫助身邊的人 還有如果有朋友都覺得 可以學習一下旁生的小法術 也都可以將這件事傳給他 不過大家在記緊跟他解釋一下 我們中國的足有獸 其實是屬於我們中醫的範疇 其中一門來的 好在這裏多謝大家 如果也都很希望 正如剛才小弟所講 希望大家將這條片廣傳開去 讓更加多人認識這些普製的法門 好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